好 那我們今天呢來跟各位介紹 我們去如何使用我們的一政府 裡面的一等公務員的學習平台 我們怎麼樣來去做選課 怎麼樣去上課 那當然上完課之後呢 我們要去測試問卷還有列印證書 總共這五個部分 當然要做這五個部分呢 之前要先登入一等公務員 好 那今天的這個課程呢 我會只講到我們就開始上課 那因為上完課之後呢 還會有一段時間 我呢把課程上完之後 那時間到了才可以做測試 那我會在另外一個影片再PO出來 好 根據呢 依據我們上次呢所上課的呢 我們跟大家講呢 我們要去申請一個帳號 那所以呢 各位已經有申請一個帳號之後呢 那一樣我們開啟我們的瀏覽器 這個瀏覽器 好 瀏覽器打開之後呢 這是Google Chrome這個瀏覽器 那你到他的搜尋這邊 一樣呢 可以輸入我的E政府 各位呢 那你曾經去過的話 這邊呢 就會幫你列出來 然後呢 你只要按一下Enter Enter就可以了 好 上次呢 我們有剛剛讓各位呢 去做一個E政府 把他加入我的最愛 如果你上次有加入 可以在上面這個地方去點就可以了 如果沒有也沒關係 你透過搜尋之後呢 來一樣我們上次講說到第四項 對不對 好 我們就點一下第四項 喔 不是 不好意思 來 1 2 3 第三項 第三項 好 第三項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有一個公務人員登入 還有一般人員登入 我們去點選我們的登入我的E政府 好 到這個位置呢 就是我們要去登入我們的帳號跟密碼 上次呢我們讓各位去加入我會員 當然現在你已經有會員帳號跟密碼了 你就來這邊輸入 好 另外呢 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再按一個加 這個意思呢是什麼 如果你曾經有做一個 上次講的我的最愛有的話 你就點這個我的最愛 就直接呢 加到這邊來 好 那我現在把它關掉 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來登入我們的 請你輸入你的帳號跟密碼 然後按一下登入 那帳號呢 你看看你是什麼帳號 好 那這個呢 大小寫是各位盡量用小寫 如果你上次申請的用什麼名字 好 那用你的密碼 好 輸入好之後按一下登入 那就會跳到下一個畫面了 好 那這邊呢 已經登入到你的數位學習平台 學習平台這邊 你就可以看到呢 這裡的一個畫面 你現在這個畫面 是在什麼首頁這個畫面這邊 那你可以看到你的個人專區 你的 當然你可以把你的相片給PO上去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登入一等公務員已經OK了 那你現在要去選課 那選課呢 你要看說你要上什麼課 這個就很重要了 對不對 那你的課當然要依據你的需求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各位呢 你可以看一下 在這裡呢 我們呢 在我們的保姆協會裡面呢 就泰伍林 這邊呢 泰伍林居家脱衣服務中心裡面呢 這邊我們可以去查詢一下 好 你到他的網址這邊 可以看到呢 我們搜尋他的名稱 這名稱當然要用自己用打的 那因為我之前有打過 所以就跑出來 好 第一個就是呢 我們的泰伍林居家脱衣服務中心的首頁 點參一下 好 在首頁這邊呢 當然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叫在職訓練課程 你可以這邊可以看到這裡有個在職訓 在職訓練課程 你可以點一下這邊 好 那這裡呢 你可以看到呢 這裡有一些課程說明 這個是一些訓練 這邊你可以往下去找 好 這是課程 那我們現在呢 訓練的時候我們要怎麼辦 你可以從上面呢 這裡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一個泰伍林保姆的在職訓 再點一下它 有沒有看到 這裡 那這裡呢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兩個項目 剛剛那個項目是讓你去看一下你的在職訓練 但是呢 那邊是屬於什麼 我們的一個實際上課的 那這邊呢 我們要去線上上課 這裡有一個一等公務員的線上課程使用說明 各位來點一下這邊 好 這裡呢 當然呢 你不是說什麼 因為它裡面有需要 你們的認證有一些小 必須要多少小時 而且要給你的課程 是符合你們保姆需求需要的課程 那這邊呢 你可以看一下這裡有一些選課的建議 課程對照表 那當底下呢 有一些說明 各位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這是紙本的 那我現在是用一個影片來跟各位說明 好 那這裡呢 底下有一些連結 各位就從這邊可以來看 那我們呢 從這個 你來去做什麼呢 去點這裡有一個 要查詢你要的課程 我們可以從附件3這裡 選課的建議 來點一下它 它就會開一個PDF的一個檔案 各位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呢 我們的一些課程 當然這些課程呢 並不一定在我們的學習平台裡面都會有 這些課程呢 你要去找 有的話呢 你那邊 那邊在我們的學習平台有 你才可以選 可以選 如果有一些課程 等一下我們可以來做練習一下 像假設呢 我要去找一下 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法修正薪資 重點介紹 你把它複製起來 你看啊 我按著左鍵 移動到最右邊 有沒有 基本上你也不用全部 你只要呢 一半 一半到修法這邊 然後這邊呢 滑鼠有沒有看到 這邊變一個I字 按右鍵 這是選取的地方呢 你按一下複製 好這個文字就呢 選 就被你複製下來了 那你呢 點到哪邊 點到我們這個學習平台這邊 有沒有 好學習平台這裡呢 你看一下 你現在是在首頁上面 你往下移動 就拉著卷軸往下移動 這邊 或者你可以動你的滑鼠 中間的那個卷 滾輪 往下移 往下移 有沒有這邊往下移 對不對 好移到這裡呢 有一個叫什麼 輸入課程名稱 關鍵字對不對 你點一下就變成一個I字 你按右鍵 做一個貼上 就把剛剛的文字都切到這邊 我們按一下開始查詢 好 那你看到呢 這裡就有一個課程 有沒有 這個課程呢 你看到這個名稱 兒童及少年 那我們就來對應一下 我們剛剛這個課程 有沒有 跟這個名稱是一樣 有一個兒童及少年 這些全域法的重點介紹 跟這個名稱 跟我們現在要上課的這個名稱 是一樣的 那表示這個課程 是我們學會裡面需要上的 那也是各位需要去上的課程 好 那如果你找到的課程 那你怎麼辦 直接點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 這一個 你看我變成一隻手了 滑鼠這邊是箭頭 魚到這邊變一隻手 點一下 好 點一下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了 下一頁這個畫面 那你看看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報名課程 好 那你呢 點一下這個報名課程 那底下呢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底下的說明 報名課程點一下之後呢 好 好 確認要報名此課程嗎 是的 按一下確定 好 那你看看呢 你剛剛呢 要報名的課程現在變成上課去 表示你已經完成報名 那你現在呢 如果沒有要上 等一下才要上怎麼辦 沒有關係 那各位呢 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離開這個畫面 我現在已經報完名了 好 按一下離開畫面 按一下回首頁 是不是我們的課程就不見了 好 各位不要緊張 我們可以到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一個個人專區 有沒有 滑鼠移到個人專區 點一下它 好 這裡有一個我的課程 個人資料證 一個人的資料 那你要去把它做一個修正 如果你有一些不齊全 你剛剛身份證 前面的身份證沒有輸入好的話 好 就按了這個地方來做修正 好 那這邊呢 我們來看一下呢 剛剛的課程 點一下我的課程 好 你看一下我的課程 有沒有看到 這裡就有一個 剛剛你所點的課程 有沒有看到 兒童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修法及薪資重點介紹 來看一下這裡是否有一個上位通過 這裡什麼時候都可以上 然後認證時數是一小時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你剛剛選的課程 如果這個課程沒有問題 那你看一下底下 我這個呢 底下有一些課程 這已經通過了 表示這個課程我已經上過了 而且已經上完了 考試過了 也做好問卷了 所以說呢 你已經通過了 那那個通過呢 沒關係 我們後面再去看 我會後面跟各位介紹 我們現在目前跟各位介紹 怎麼去選課 還有怎麼上課 好啦 選到課程之後呢 依序你假設呢 我們還要去找第二個課 怎麼辦 我們先把課程選好 那你假設你要去上一下呢 我們來看看呢 如果看看能不能找到沒有的課程 我們先假設 如果有我們就把它加進來 沒有的話呢 我們就呢 剛好給各位看一下 好這邊有個兒童發展與健康 你可以一樣 你看喔 你要點著它 左鍵不要動 不要放開 移動到右邊 移到最後一個字 好放開 好 你看再一次喔 點著左鍵 移動到右邊 好 全部選取之後呢 放開 對不對 好那滑鼠移到這邊 變一個I字的地方 不要在外面喔 在外面的話呢 你就是把這個選取拿掉了 你要針對這個選取的地方按右鍵 好 就一個複製 好 我們把文字都複製好了 你就等一下就不用再打了 就不用再打了 那我們再回到我們的學習平台 好 在這個地方呢 一樣 跟剛剛的動作一樣 按下回首頁 好回首頁之後呢 一樣往下移動 你看到這裡就有一個 輸入課程對不對 那你卷軸往下移會比較高一點 看得比較清楚 來這邊有沒有 移到這裡來 好 這裡按右鍵 跟剛剛的動作 選貼上 好 字都貼到這邊了之後呢 按下開始查詢 那當然裡面呢 有多一個空格 他可能有時候會找不到 所以你要用複製的比較正確 好 開始查詢 來這個地方剛剛好 這個課程呢 在我們現在裡面是沒有 目前沒有任何課程 所以說呢 兒童發展與健康篩險 是剛好沒有在這裡的 所以這個門課 你找不到 找不到怎麼辦 就不要上了 這個你要知道 找不到就不用上 但是你還是要去找別的 有的地方可以上 所以這門課沒有沒有關係 我們再去找別門課 這樣知道吧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自己知道 這兩個小時是不行的 但是呢 有那麼多時速你要上六個小時 你隨便去找 這樣知道吧 好 那我們再找假設呢 我們去找一下兒童勢力寶劍 對不對 好選按右鍵 選複製 好 移到數位學習 這邊 好一樣呢 這裡有沒有看到 這裡呢 文字是在了 你不要在這裡貼上 這裡貼上就是什麼 你要把選舉貼上 或者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什麼 移到回首頁 他就幫你清空 移到回首頁 對不對 他幫你清空了 有沒有 變成請輸入課程名稱這個關鍵字 你再來按右鍵 選貼上 這樣來講的話呢 你就不會把字給重複給 就是放在上面了 好 我們再按一次開始查詢 好 這邊呢 看到了沒 這裡有一個什麼 附右課程 但是課程名稱跟我們呢 名稱沒有一模一樣 所以這門課也不對 也不對 所以還要繼續再找別的課 你要把它找一模一樣的課程 所以這邊呢 也是沒有沒有關係 那我們再找一下 這邊有一個叫 假設這一個叫做 兒童權利公約介紹 按右鍵 選負字 好 一樣呢 相同的做法 你看回到這邊 這原來字是不是都還留著 對不對 沒有關係 我們再往上移 有沒有 移到這裡往上移 按一下回首頁 讓那個字呢 把它給清除掉 好不好 來按一下回首頁 好 他就把字給清掉了 清除之後呢 在這個地方 一樣呢 按右鍵 選貼上 一樣呢 再按一次查詢 以此類推 把你所有你要的課程 把它找到了 有沒有 像你看這個課是不是有 有的話呢 做什麼事情 跟剛剛一樣 點它 點它 點一下 好 到課程裡面呢 對不對 按一下 選課 那因為這門課 我已經 點過了 我已經上課過了 所以說呢 我就只有上課去 那你如果沒有選過課的呢 就按選課 這樣懂意思吧 好 那你選課之後呢 你一樣跟剛剛這裡的地方一樣 去我的課程 就可以去上課 在這裡也是可以直接上課 好 那我再找一個 我沒有的好不好 我們重複這些動作呢 讓你自己習慣 這些動作呢 要把你所有的課 有六小時 你要去找 這邊是一小時 一小時而已 對不對 我把這個選取 一樣呢 我來這邊 再按 當然你如果熟的話 對不對 你就可以 就可以呢 比較快速的找到你要的課程 貼上 好 這些動作呢 你如果重複做幾次 你就會習慣了 好 這個呢 一樣課程是有的 對不對 我按點它一下 好 點進去有沒有 這裡一樣是不是有一個報名課程 那這個課程代表說呢 你沒有選課過 所以就會出現一個報名課程 如果你選課過呢 就會變成一個上課 上課去 好 我們就點它一下報名 按一下確定 好 那我們現在用兩個課程來跟各位做介紹 好 這邊OK了之後呢 那你現在呢 可以去做別的事情 你想要上課再回來上 好 那你現在呢 假設你要上課了 你就點這個我個人專區 點一下它 按我的課程 點一下我的課程 那這個部分呢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課程清單 有沒有 這裡就有兩個課程清單在這裡 你就可以看到兩個清單 兒童還有呢 兒童少年福利 這兩個清單是你要上的課 好 那我們要上課呢 兩個課程都是一小時 都尚未通過 所以你必須要把它上完 而且要通過 要最後要變成已通過 這樣呢 你才可以拿到證書 好 那我們針對呢 選課的部分 那我們已經介紹完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問 要跟各位介紹呢 開始上課 選課的部分完成 我們要開始上課呢 上課很簡單 來 各位呢 你剛剛的地方呢 我們選個人專區我的課程 對不對 點完之後呢 選到你的課程兩個部分呢 可以點你要上課 點一下它 好這裡呢 按一下上課去 那底下呢 我們來看看它的一些訊息 這些大家都可以上課的 這是一個公開的課程 認證時數呢 你看這邊 點一下 叫什麼 一小時 那這裡呢 閱讀時數最少要 30分鐘以上 而且還要前問卷 所以說呢 你這門課呢 你要上完30分鐘以後 才可以去 做一個測試 所以這裡有一個 你的閱讀時數 你有沒有測試過了 你有沒有問卷過了 才會出現一個 通過狀態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來做一個 上課去 好我們來點一下 上課去 好 上課去之後呢 你可以來看一下 第一個會檢測你的環境 他會看你的環境是不是都OK了 好 那當然呢 這個地方 這個部分 如果不OK的時候呢 應該有一些部分會有問題 好來 那我們如果說呢 我們先來看 假設都OK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呢 我們的課程首頁 好 這個就是你的課程 他告訴你 這時數的一個 摘要 再來 新手上路 好 這個就是呢 他告訴你的 這些我們的課程的學習之旅 裡面一些怎麼做的 好 再來真正要去看呢 我們的課程資訊 底下這三項 就是我們的課程要上的課程 那當然這裡 課程說明架構 專家 介紹這些 你可以稍微點一下就可以了 最後我們要來做什麼 點這個 兒童權利相關法律的議題 點一下他 好現在呢 你可以看到呢 好我把聲音 稍微先關一下 先把他關一下 好 好 好這邊呢 就是他的聲音 那你就要去聽他上課 那你會看到這裡有一個24分12秒 對不對 這個就是他的上課內容 老人要聽老師講話 對不對 這邊就線上開始上課了 那上課呢 我們講說上課當中 你看呢 我可以按暫停 就暫停了 好 那現在上課呢 你就呢 坐在電腦 現在坐在電腦面前 這樣一直聽他講課 聽完 再上第二段 然後第三段 好 那你呢 你要怎麼這樣想知道說 我到底能不能去考試了 你到底有沒有30分鐘了 那你現在呢 離開了怎麼辦 你就來看一下 第一個 這裡測試 有沒有看到測試考試 你現在還沒有上超過30分鐘 你呢 沒有辦法去考試 你看我點一下他 點一下他 請閱讀達到音閱讀的時數 才可以進行測試 對不對 好啦 你不小心點到這裡也好 都沒有關係 你只要去點什麼 再按一下這個 開始上課就好 再點一下開始上課 好 一樣呢 你們看是不是跳到 兒童權利與法律議題 一樣呢 點這裡有沒有 一樣呢 一樣去聽老師上課 那你如果聽第二段 你就選第二段 這邊第二段 那一樣呢 就在這邊上課 那這個上課呢 就是你只是聽他上課 然後去學習老師所教的一些 你需要知道的一些知識 好 那這個部分 是在上課的部分 你就這樣放著 就是代表在上課 等30分鐘之後呢 我們再做一個什麼 測驗跟考試 好 那當時 我們現在還要去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今天如果說呢 在上課當中 我們發現說 我今天要出去了 對不對 有事情了 對不對 那我現在不上了 那怎麼辦 那你就是會離開這個網頁 這個畫面 這個部分 你注意一下 那上課當中呢 你可以隨時離開 隨時 離開 好 那可以隨時離開呢 那你看一下 你的時速就會被暫停住了 好 你看一下 好我現在離開 我們呢 假設呢 我回到了上頁 我把這個視窗給關掉 好不好 有沒有看到 這一門課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我們的學習平台 這是我們的課程 我把這個課關掉 好 欸是不見了 對不對 好 那你看後面這個畫面呢 沒有關係 這個假設呢 後面都跑掉了 你又重新登錄進來了 對不對 你也不用緊張 做什麼事情呢 到個人專區 很重要 我的選 我的課程 點一下它 好 有沒有看到 剛剛呢 我們是不是在上這個 兒童公約這個課程 對不對 這裡呢 是不是尚未通過 跟剛剛一樣 你去點這個地方 有沒有開放式 點一下它 一樣跟剛剛 一開始的做法是一樣 好 你來看一下這邊 這底下有沒有看到 剛剛我們的閱讀時數 是不是1分鐘17秒 這是我們上課的時數 那當然呢 你還沒有達到30分鐘 所以呢 他告訴你 有沒有看到這邊 這裡有個認證時數 剛剛我有提過了 要30分鐘以後 才可以驗證 才可以去做考試 那考試當然要超過75分鐘 好 那所以說呢 你這門課 要這個地方 要超過30分鐘 你才可以去做考試 那這邊呢 一樣 各位呢 就點一下上課去 這樣就好了 好 那上課去之後呢 你就直接呢 去停在這個地方 去看你的課程 把它上完 這樣就好了 上超過30分鐘 當然呢 有時候呢 這個時間比較長 你看 這個時間是24分鐘 這個呢 也是 24分鐘的樣子 這個也是24分鐘 那兩個加起來呢 可能有時候會上超過1小時 這裡沒有關係 可以上超過 但是不可以 上不夠 然後這20分鐘 一樣 兩個都24分鐘 加起來就48分 那你要30分鐘 那當然第三個再加進去 所以說呢 這個部分 你就把它上完課就好了 好 那這個部分呢 後面呢 我們會再跟各位介紹 下一個章節 再跟各位介紹 當呢 我們的一個 上課完了 我們要去做一個測試 然後呢 再去做問卷 好 這兩個做完了 我們再去介紹 列印證書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就先介紹到這邊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可以隨時離開 然後呢 好 好 在隨 時 在 隨時 進入 我的 課程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今天呢 這個到我們的 上課的部分 就介紹到這邊